其实除了亲情,在爱情里也有这样的手绘情谊 您看这是两天前在河南郑州的一份报纸 这个整版都是爱情的漫画图 这可是纯手绘的 郑州女孩杨阳和男朋友苏刚 以此向亲友们宣告结婚了 他们觉得用此来取代潮心无度 套路固定奢华浪漫的婚宴特别的好 特此说明这个小伙子可是我们南京人 南京的小伙子真棒 说完这两条新闻 我突然想到习惯了发短信 邮件电子版的文档 但是好久都没有写封信了 亲手书画的感觉确实是无法替代的 比如说旅游的时候会有人寄回一封明信片 收到明信片的感觉 那该有多温暖